刘天岭78岁 丧偶 现住址四平市 住房面积100平米 退休金3800元 家里还有人 儿媳妇 儿媳妇 这是儿子呗就是 那平常是你们一起住啊在这 没有 以前的人不住 以前的人住搬走了 搬走后一年了 搬走没人 今天过来是 把我收手 星期间嘛 来看看 现在每回都来 人家赶上你回来 刘淑平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居住 今天红娘来熟在家里时 碰巧赶上了她儿子来看望她 儿子说呀 自己非常支持父亲找老伴 连参加这原来不玩啊 都是她给父亲去报的名呢 我也给介绍 有时候你玩碰山呢 哪也不好碰 原来的事 你看她不爱打麻将 也不爱 也不会喝酒 抽牙也不会 所以说呢 所以局限一句这玩意 你要说打麻将接受 妈要多了又啥 我可以跟网边接受 她就接受长心这玩意儿 阿芳那个 但你们那个一群人里 没有说自己最初想讨论吗 也没说但一个情况呢 住在那个我们俱乐部在一块 跟女人在一块吧 唠嗑 没有说主动的 连握手都没有 不像传统 内向 传内向 一家女人就没嗑到了 可我们见了就开那舞会吧 有一个女人带我起来跳舞 我们也起来 我们后边那个 我们同事就怼我 我起来 我说不会呀 菜一家我咋去 啥呀 她不会 她乐意 她带你 要带我倒起来 老子跳舞 就不会 不入这行 你主动的跟搭讪 你都不傻的 太腼腆了嘛 这一辈子我是 这个机会太多了 都要错过了 刘淑在面对异性时 特别内向 很容易害羞 但其实 淑自身的性格并不沉闷 她的业余生活 那可是相当的丰富了 我爱好大的 戏虚的画画 这画都我的 画的 哦 这个画 这什么 这上面书 这都我写的 我爱我书画 老张鸡以前嘛 跟他们就结束这个事 唱一句书画 画画 学了几个月 刘淑今年78岁 之前在四平市计量局工作 现如今已退休二十多年了 退休后 刘淑的业余爱好非常丰富 爱好书法 画画 金壶这些东西 但在这众多的爱好中 熟最喜欢的还是拉金壶 这所谓的金壶啊 就是金剧戏曲里边 专用的乐器 这我男主大 二胡多 这会不好拉这会儿 一个熟法 一个功法 一个熟的这个 各种这个操控 有弦 这比如二胡是咋的 二胡是咋的 它那个悠闲嘛 不一样跟着 它这个往下 这个往上勾 往上勾 一点点摸动 这个是跟这钓有啥不一样 跟二胡的 钓不一样 这从信 从出二胡 那是拉出来的感觉呢 拉出来这个声音就发尖 声音发尖 谢谢 要说起刘淑与金壶的缘分 那得追溯到熟的少年时期 刘淑说 其实自己早在十五岁的时候 就对金壶一见钟情了 那小婶儿 那时候没啥爱好 家里结婚的也拿 也唱戏 就是把上次一唱戏 三篇唱戏 就跟着看 跟着看 小婶儿也没啥 有个老师 他说 哎呀 你小孩怎么看这玩意 你爱好这玩意 他给我教你 等等等等 他就教我 哦 那你学着多少时间呢 跟那儿学习 哎呀 你当时就是两三篇 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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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唱完三篇就走了 反正你也没玩 当时也没有二组 没有 啥没有那儿 买不起啊 这都一千来块啊